打开房门粉粉蓝蓝墙面 大片落地窗透镜自然光 木植系装潢格外温馨 最近在高雄左营像这样四十几平的房子 总价在一千万内真的是卖爆了 科技应急是最行的房式方向球 带动房式买气旺盛 特别是科学园区周边 这类的科技自助客及自产客需求 多编号两到三房同情方便 生活机能的成熟机能展 这是因为AI实在太热了 大厂抢在南部设厂带动房式买气 加上辉达最新承诺要在台湾盖设计中心 大家都在猜哪里又要跟着涨了 过去买房跟着台积电 现在很可能便买房跟着辉达走 全球AI浪潮之下 台南的科学园区 以及高雄的桥头科学园区 最近都有半导力产业建筑来加持 那这个热潜随着这个AI浪潮的加热之后 流入到房地产市场 看看数据也很明显 光是5月6度的房屋买卖移转动数 月增17.1% 年增也高达25.6% 创下11年来同期新高 其中南部地区表现最亮眼 高雄市就飙高超过近五成 交易了5000多栋 台南市也是交易率达到45% 超过2800栋 房市的部分最近有去看法 可能因为股市涨了吧 大家有赚一些钱 所以看房子的人蛮多的 如果有钱的话 当然愿意去 如果说像科技园区那边 是有可能增值 房市太热 央行也在评估6月里监视会 要推新的管制措施来降温 一是把豪宅门槛降低 二是把二房的贷款乘数 从7成降到6成 不过能否真的有效降低 房市热度 有待观察 东森台银新闻 杨昭祥 张默祥 张可君 台北下方报道